只有到士林夜市才吃得到最道地的大饼包小饼 还有长达30公分长的大香肠 炸葱油饼 料超多的鹅仔煎 当然还有滑溜顺口一碗只卖30块的鹅仔蜜萨 这些呢 都是让台北市士林夜市有魅力的主因 要什么口味 来 买三个 送一个哦 士林夜市名产大饼包小饼 长达30公分的士林大香肠 不用吃超本土的台味 还是浓浓的异国风 都是士林夜市的代表美食 但士林夜市好吃的可不止这几样哦 小小的一盘鹅仔煎 吸引的人潮多到快要爆炸 台湾小吃的代表鹅仔煎 在这家十年老字号 每天可要卖出200份 只看老板煎鹅仔煎的时候 从没停过 大铁盘中最多就可以煎上14个 瞧瞧这神乎奇迹的手上功夫 还吸引不少游客围观 很好味哦 想像是想好感动啊 这个好很新鲜 还有这个蛋也非常滑 很好吃 我有机会来台湾就一定会来去这一个了 我想 或许我晚一点 放完接以后我都会再来去 顶着超高人气又要觉得不能庆菜 来自嘉义东西的鹅仔 每一颗都又大又肥美 煎的时候速度要快才能锁住美味 迅速淋上地瓜粉浆 打颗防土鸡蛋 蛋香味特别浓郁 快手把蛋和粉浆过匀 我的蛋会打得很均匀 然后这样变成说你吃起来会有一口蛋 一口粉这样子 不会说一坨蛋一口粉 吃起来跟外面的蛋饼一样 我们可以吃到蛋香 然后也可以吃到那个皮 然后QQ的皮这样子 放上大把青菜迅速翻面 煎到两面焦香 呈现金黄酥鲜的模样 就大功告成了 淋上酱汁的鹅仔 鹅仔大科又超级肥美 搭配QQ进十足利瓜粉浆 不但散发出微微焦香 红着咸香够味的酱汁 很多人一次就能吃上好几盘 一般吃起来就是甜辣酱加什么的 可是他一开始吃的时候就觉得 好像沙沙醬什么 可是又不是沙沙醬 就很特别这样 要在士林夜市 上百种小吃中寻找经典美味 这三十年的老牌子 绝对惊得起考验 油锅中自自作响 葱油饼的香气 随着热气散发出来 一片好吃的葱油饼 制作学问可不简单 用中筋面粉揉制才会有弹性 还得经过烫面手续 面皮才会变得又Q又软 做好的葱油面团擀平丢入油锅 不同于一般的葱油饼用油煎方式 用炸的吃起来是外酥内软 刚炸好的葱油饼看起来虽然不起眼 但这简单咸香的古早味 却让人百事不厌 不但香港日本旅游杂志真相报道 也成为附近学生下课后的超人气点心 就是下课的时候就 就是有时候就会来吃 而且就是它还蛮便宜的 很适合学生 对 然后就是都 它是用炸的 然后就酥酥的 然后那个酱也不会太咸 辣椒酱也不会太辣 就甜甜的 然后就还不错 很好吃 对 蚵仔 大肠和肉羹 还滑溜顺口的面线 这碗就是在士林夜市 飘香将近40年的人气面线 一到用餐时间 即使一味难求 还是有老客人特地上门解馋 有时候要排队 可是一般都是满座 我是从干水来吃的 这家应该是这条夜市里面最有特点的 每天从彰化直送的蚵仔 就是面线的灵魂主角 得用双手轻轻的温柔波动 才能保持每颗蚵仔的完整 从新竹特别定制的手工红面线 让口感更滑顺 不能说的秘密汤头 加点红糖 盐巴 还有红葱头提味 这40年的经典香味就可以迎接上门的陶客楼 我今天要蚵仔米刷虾碗的 不要香菜 不要香菜 古溜古溜的面线吃来香Q不烂 或者甘甜汤头入口 蚵仔 大肠肉羹三种澎湃好料 连日本观光客也赞不绝口 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这种蚵仔 还有这种什么大肠 还有这种料很多 这个从小吃到大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不动数不清的美食 中西美味应有尽有 市林夜市不仅是台北的美食地标 也像做充满吃喝玩乐的不夜城 越夜越热闹